大家好,我是蔡師傅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點薯條 我之前有在Youtube上看到一個卡迪娜薯條 然後 是這個 然後我買很多種口味 我們今天就來試一下 然後跟北海道的薯條 到底有什麼差異 然後這是北海道的 這個台灣人超愛 然後他之前因為缺貨 然後製造另外一款 可是台灣人還是不買單 不是很買單 然後最後還是選擇這一款 然後這款我之前就吃過 我有記住它的味道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一下卡迪娜的 然後它的開法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內容包裝物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它上面寫北海道 好,試試看 嗯,試試看 一包的分量好像跟 那個北海道也差不多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我覺得 這個比較粉 就是那個澱粉的感覺比較重 就是那個澱粉的感覺比較重 北海道那個感覺 比較完整 就是那個 感覺就是類似分子結構式 比較紮實之類的 我再吃一根試試看 不過不錯吃 可是 感覺不是 很正統的整顆薯條下去弄的感覺 不過我找到 帶皮的 那應該是真的 那個 整個的薯條下去弄的 然後 其實你有去過日本 然後一堆 那些導遊就會跟你講 日本很多都是 好的東西留在國內 那 說不定呢 這個比較低劣等級的 就拿給我們台灣做 我再吃一根試試看 然後有帶皮的 感覺真的比較粉啊 我再開一包 分量也是不多 我們就來試一下看看 感覺也是粉粉的 我再 我們不要吃 他寫北海道 我們吃一下 嗯 龍蝦口味的好了 調味還可以 然後也有皮啊 也有皮 不知道是我味覺出錯還是怎樣 我們直接再開一隻北海道 我不相信 薯條三胸屁 然後這裡有一個缺口 這個比較不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是覺得 薯條三兄弟 比較好吃 不過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薯條三兄弟的 比較有 因為 它那個 袋子裡面啊 摸起來是油的 然後呢 我們的卡迪納 摸起來沒有那麼多油 但是也是有油 所以應該是 油炸程度的關係 好吧 你們可以買回來 試試看 好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